这个是EIP32CAMMA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 这里是HOME 3的里面调用了EIP HOME 然后我们是用EIP32CAMMA的实时效果 首先对着我们的电脑 在这里动态演示 一直切换移动 最终让它固定